國縣鄉北港村北鎮向阿能坑野溪 英美當好與溪水暴漲沖回居民農田 日前在先議員許阿甘的反應之下 與立委蔡培會以及相關單位到現場會堪 期望中央單位能夠補助經費 來完成阿能坑野溪的整治 讓農民能夠安心 這就是正常 你如果變大水 到這裡就變得比較多了 整個水 穿到那裡綠標後 整個水都會放下來 關在這裡就有幾條路 因為這裡後面很多很多出租 都在這條路 所以這路都關在這裡 沙石啦 沙石堆水都關在這裡 這裡會造成很多 村民出業的 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這如果說改善的話 最後直接在這裡 就能確保我們村民的新安全 在會看後 蔡培會委員爭取360萬經費 來改善阿能坑野溪的整治 先議員許阿甘 除了感謝蔡委員的用心之外 也取取相關單位要緊速來施工 才能保障鄉親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也很感謝蔡培會蔡委員 為鄉親的刀牙手 透過我們的鄉公所 透過議員 透過我們的代表 大家幫忙 所以把上游野溪能夠提供的部分 給它補強 補強之後 應該是對這條客的客門 這個農作物的修行 還是說我們的政策的很大幫助 一定很安全 以後如果落大火 我們的水就不會拌過 我們的產 把農作物淹掉 雨季來臨 副議長潘育全也期望相關單位 能夠緊速來動工 早日完成安冷坑野溪的整治 讓鄉親有更好的生活環境 記者成為一國信箱採訪報導